這邊是17張圖 我們剛剛是用到那個info 所以這個info grid和start大概就這些了 其他 另外顏色你大概就記一下 不用特別去背了 大概因為用來用去這幾種顏色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接著來看就是說 我這個做完之後 你可以即時看到效果大概是這樣 不過如果說你今天 因為我現在是把 這個net bar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content裡面 內容有沒有 content是內容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放在哪裡呢 放在上面可不可以 可以啊你可以把它搬家 把net bar這個地方 頭跟尾 control x 剪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放在什麼 放在head 就是夜守的地方可不可以 可以啊記得喔 head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哪裡 這裡 所以在尾巴的地方enter一下 把它貼上 可是你會發現喔 左邊右邊沒有即時 所以你再點一下右邊一下 它就會重整有沒有 它就會怎麼樣 跟上面的整個結合在一起 兩個效果不一樣嘛 你看你喜歡哪一個效果 反正都可以啦 因為content是在下面一點 head是在上面一點 當然如果你要放在footer 就是底下夜尾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現在很多手機的app都是放在下面 不過這個我們今天單元沒有講到這個 現在後面會講到 它會固定定在下面反正你怎麼捲動它都在下面就對了 好這個是netbar的效果 再來的話我希望 做這個這個做什麼list of view 也是一樣 不過list of view不需要做什麼 這個list of view我把它切回來 第一個一樣做什麼超連結 所以這邊的話你一樣把它做一個頸 page 1 第一個一樣先做什麼 如果你要做list of view 一樣先做超連結 第二個的話呢 再做什麼 再做項目清單 因為我今天如果說要做出 類似像這邊的效果 給各位看一下 及時一下 就這樣子 這個叫list of view 那這個list of view意思就是說 他旁邊會有個箭頭 因為我有超連結的話會有一個箭頭 點擊 一樣可以跳過去 那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如果說你有很多很多的項目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list of view 像 最新消息在下面 一樣都可以做 什麼 list of view 當他點擊 後面如果超連結又可以連過去 又可以一直連一直連 OK 所以這個list of view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那要怎麼做 1 做超連結 2 把他們做項目清單 不過這個項目清單 因為我這個可能是 從記事本call過來 所以他沒有 每個都有 第3做什麼 請注意一下 選取他們 選取他們的時候 他一定是 UL 到UL 這個範圍 我建議 最好是從這邊選好了 可能比較保險 再來呢 把這個範圍裡面呢 往下 找到一個叫什麼 Data law 一樣是Data law Data law就是他的角色 他的角色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List of view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List of view 那他跟Netbar最大的不一樣是 Netbar需要一個DIV List of view 不需要一個DIV 但是如果你把它包在DIV裡面可不可以 好像也可以啦 只是會有一個外框 OK 好那我們如果不要那個外框的話 我直接 做成List of view 再來怎麼樣 儲存 Save一下 Ctrl加S 把它Save一下 然後基本上就是 在 UL 的 這個地方 多一個List of view 我試一下 即時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 就出來了 不過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要 要 再跟剛剛一樣 減下放在DIV 其實應該也可以啦 如果你沒有做 那個List of view的話 他會有點像原來的網頁狀態 我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邊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DIV給他 再把它怎樣 放在這個DIV裡面 再變成List of view 好像應該也可以 不過效果可能不太一樣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DIV 這邊 然後現在是放在DIV 但是他的 他的那個Data rule沒有改 不過Data rule又出現這個 如果出現那個 就記得把它 再 因為可能要選到下面這個 頭尾不要選到 這要選到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 沒有 OK 如果有出現那個Content 記得 重選一下 不然的話 你 可能會把原來的那個 角色給亂掉了 OK List of view 那假如做上去之後的話 再 及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 如果是 把那個 Data 多一個DIV 反而不行 多一個DIV反而不行 所以特別注意 Netbar跟 List of view 最大不一樣是 Netbar一定要放DIV 但是List of view 不能放 DIV裡面 所以 可以把它 搬加 搬到 UL裡面 特別注意 UL裡面 那再把DIV給刪掉 如果你要更新的話 記得就是 UL 到UL 把DIV的頭跟DIV的尾 刪掉一個 再過來看一下 就正常了 所以這邊讓各位了解一下 因為很多同學最後會搞混了 把DIV跟List of view 兩個之間搞混了 所以Netbar一定要在DIV裡面 但是List of view不行 你放在DIV裡面也不行 一定是UL 應該懂這個意思吧 好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 試一下這邊點進去 就跳過來了 再Back一下 這個是List of view 不過 點過來之後發現 一直少一些東西 有沒有 最好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多一個 Back一下吧 不然的話看到 回不去了 只能點上面的 將來手機裡面呢 他沒有外面這個東西 所以你 很麻煩你不如點進去 等一下教各位這邊 跟下面 多一個按鈕 來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